嗨 大家好 我是漆二娃 今天做一个水煮肉片 四伯爷买肉了 然后我今天就从那里摊子糕拿了一块 这个泥鸡肉回来 煮一锅水煮肉片 嗯 四伯爷不在 我都不晓得我今天煮的好不好吃 能不能煮成功 现在先把它切成肉片 这个肉目测应该有4毫米吧 哈哈哈 切得有点厚 是 切厚点多吃点 吃大坨一点 肉切好了 然后洗一下 把这个水分给捏干洗好了 现在来码胃 加点盐 胡椒粉 生抽酱油 料酒 给它搅拌均匀 下面再打一个蛋清 这个蛋清 怎么打的 可以了 然后再加点淀粉 搅拌均匀 就放到里面去 顺着一个方向 好 可以了 加一勺油 然后再给它搅拌均匀 好了 OK了 跟着我师傅的配菜买了他买的那些东西 豆芽 准备了一些豆芽 凤围 好洋气的名字哦 我觉得这个凤围 芹菜 芹菜 蒜苗两根 好啦 现在来切辅料 现在来切配料 到底是辅料还是配料啊 反正不管那么多了 切成小粒 切成末 再切点泡椒 好啦 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现在可以 可以开始做了 我不知道四伯爷买完猪肉没有 还没有回来 可能等会我做到半途中的时候他就回来了 因为时间也不早了 一样的老规矩 拎着它的耳朵转圈圈 加入适量的油烧热 今天我一个人还有一点不习惯 辣椒和小菜一起放 开大火炒出锅器 再放点盐 翻炒两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继续拎着耳朵转圈圈 加入适量的油烧热 再加入花椒爆香 爆香后加入姜蒜 泡椒一起炒香 再加入一勺半豆瓣酱一起炒香 再加入适量的water 开始调味 加入盐 味精 白糖 胡椒粉 烧开之后加入肉片 慢慢的开中火把肉片烫熟就可以捞出来了 突然觉得我的肉片好大块 接下来加水淀粉把汤汁收拢 会不会有点儿太浓呢 不过没关系 我就喜欢吃浓一点的 撒上辣椒面 蒜末 淋上热油就可以出锅啦 唉 今天就我一个人吃好孤独啊 虽然说这个水煮鱼很香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吃起来也不香 好烫 嗯 四伯爷回来了 四伯爷 给伯爷回来了 回来吃 四伯爷 伯爷 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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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的运气还好 我回来就整好了咯 嘿 可以可以可以 我给你拿碗 好 伯爷来伯爷还是起来吃 伯爷 吃了吃了 来伯爷 放点 你的刀是太好了咯 整正大块鸭 你一开店子的话咯 客户在喜欢你 整正大块鸭好大方哦 哎呀 四伯爷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是不是 好好好 好烫哦 慢慢来吃嘛 那再买乳乳 这会像你师父那样的 学买的呀 你太大方咯 你看你吃得正好 没下到 没下到 那你开店子你要亏本 可以 你搞嘛 好吃不嘛 好吃 伯爷 好吃 好吃就好 嗯 好吃 我今天倒一来切 其实我今天做这个水煮肉片的时候那个切儿够浓了一点 构成了那种练冻冻的 其实不要那么练冻冻就可以 够浓了一点 今天这个水煮肉片总的来说还可以就是 第一点不足的就是这个肉切得实在有点大块 然后就那个芡 嗯 够浓了一点 然后味道总体的还是可以的 卖香那些也是可以的哦 嗯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咯 拜拜 多吃 拜拜 好吃 好辣哦 吃了两口 来 吃的东西肯定就辣点了 每一次说完拜拜不说 本年就放筷子放碗 然后要来一句好辣哦 我以来那时候那时候好吃 我就要吃 我就要越吃了也好 对 看嘛 伯爷是最不容易烫的 嗯 可以